外籍男子叼著煙一副無所謂樣子 站在一旁的女子卻非常氣憤 口中念念有詞 隨後就拿起電話報警 警方了解案情後才赫蘭發現 不是一般情侶口角 竟然是金錢糾紛 證明叫Daniel的外國男子 自稱不會說中文 在網路跟良性女子認識交往 開始洗腦說男女朋友借錢 互相幫忙是理所當然的事 接下來就利用各種理由借錢 利用繳房貸為理由 前後來回五次 總共受騙近百萬 最後男子卻突然人間蒸發 但就在幾天過後 良性女子就在台北南昌公園 當場募集證明外籍男子又在和另一名首女約會 立即報警抓人 入網後警方查出這名伊朗籍五十歲男子 謊稱來自挪威 不但有台灣身分證是雙重國籍 還精通國台語已婚無業 專門找首女下手 犯案的一個幾個原則 就宛如這個電影獨生 就是絕對不給拍照 不合照的一個原則 避免警方來的追氣 嫌犯時常利用 裝可憐裝病方式 輕易讓首女受騙 利用網路交友前 還是要三師而後行 記者張士奎 李玉涵台北報